中月节即将到来 为了响应节能减碳 环保局在普渡前夕 推广纸钱减量集中烧的政策 在各行政区 推出20条金豪运专车 纸钱收运路线 设置多处纸钱集收收收点 需要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一同为环保尽一份心理 环保局表示 中元普渡拜拜期间 要借由推广二药一步 就是纸钱要减量 纸钱要轻运 不露天燃烧等环保及时政策 希望市民能够将纸钱 集中到进炉过的焚化炉焚化 减少空气污染 实现环保信仰 同时可以守护大家的健康 集中轻运的纸钱 我们会到由 经过法师祈福送金的焚化场 来集中焚化 另外也可以将纸钱 委托给我们附近的公庙 代为收运 那么公庙也会跟我们 环保局清洁堆做一个联络 到指定的我们焚化炉 来做一个焚化 目前桃圆市已经有28处 环保示范寺庙 联合推广以米代金活动 在农历7月14号开始 将提供限量祈福米 新众可以透过祈福米 代表精子的即食方式 提倡纸钱源头减量的环保概念 鼓励民众减少焚烧纸钱 诚心祭世保平安 今年我们环保局还有推出了 跟供庙来做一个配合 来推出一个以米代金的一个措施 就是希望能够用我们祈福米 来代替我们平常传统所用的一个金子 那同样都可以达到一个祈福宝 平安的一个功能 民众可以透过市府推广指前 集中收受服务 像环境清洁机场大队所辖的区中队 电话预约经好运专车 道府清运或是自行宋志指定的地点集中收受 共同响应环保减碳政策 台湾新闻董珍娜采访报道